这女的她在那抽烟吗 站顶就不让她吸烟 她又不高兴了 人家走 然后她就站在那个椅子上吸了 挑衅的那种 她一直那样 持续的时间气长 那影响挺恶劣的 人家后来劝了她好几次 然后周围的人也都劝她 她就是得谁骂谁骂 反正就是车站里的人都在说 把她带走 然后她还在喊救命 最后会带走吗 车站里的人都快手扯快 你这样 这自找苦吃 我以为有什么 拿人的东西了 筛西运程女子后车厅抽烟 不听劝阻 公然挑衅警察 大家都晚点了 都在等车比较着急 女子不但不听圈 变本加烈 跳到椅子上去抽 警察实在无奈 把她抢心带走 这也太恶劣了 评论 好家伙 下次别劝她了 直接拿灭火器 要给她灭烟呢 好家伙 你也太浪费灭火器了 关她十来天 让她在里面过个年吧 好家伙